对你的一切 我无法抵抗对未来 苏苏送黄牡丹鱼竿 外加一个香吻 黄牡丹感觉飘起来了 咱们的黄牡丹简直是苏苏的救赎 或许苏苏过得很苦 原生家庭简直就是她的噩梦 16岁被继父玷污 母亲竟然不愿意相信她 直到现在依然被那个家庭牢牢拴住 对男人的心理阴影依然存在 曾经苏苏一度认为 自己这辈子都不需要男人 专心搞事业挺好的 遇到黄振华后 苏苏的想法变了 因为黄振华走进了苏苏的心 这个幽默暖心的男人 给了苏苏足够的安全感 甚至不介意她的过去 真心实意地想跟苏苏交往 苏苏感动答应跟黄振华试试 两人初期的恋爱日常还是很甜的 但毕竟是磨合期 加上之前的生活背景完全不同 也会争吵会冷战 苏苏也在反省自己 每次都是主动道歉 黄振华也坦白了自己的错误 曾经赌气跟白小河去钓鱼 以后不会再干这样的傻事 苏苏非常贴心地 送上新的鱼杆 外加一个大大的香吻 以后咱俩一起去钓鱼 你们是不是也挺喜欢这一对的 点关注不迷路 跟小编一起追剧吧